哇!現在第三周了 現在就放六半三天下了 你看我們邊邊顏色 對,你看我們邊邊顏色是不是都平淡 就是一個平淡的感覺,就是沒有層次的變化 所以我在拍點顏色 平淡的東西,我們會再加一點點色彩 對,的確 做完之後再來決定說白白再加顏色 要說再帶一個顏色就直接 你看它雖然是紫色系的 可是它其實也是重複拍了兩三次 才會有層次的出來 夠,我們再重新拍過 你看這邊 你在拍過之後的色彩會更不同 雖然是只是拍白 這邊是拍白一點 我只拍白一點,可是你看顏色就會不一樣了 你看它怎麼會想黃一點 然後,像這樣子 有沒有,好像有聲音 就是層次的感覺就不同了 就是太淡這樣就對了 對,就不會覺得說喔,是平平的感覺 對,就不會覺得說喔,是平平的感覺 所以你看這樣感覺就直接在旁邊就可以這樣做出來 五點飛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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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,這是要放什麼東西 發票 放進去 像連發票都有抓住 安置機構 對 所以它只要放發票,它都放其他東西嗎 可以啊 別放什麼 隨便 都可以 阿富旁邊 好 你看旁邊打到囉 我真的聽不懂 發票是不是要貼照片 要貼出美感出來 要稍微加一些改裝的設計 對 當然是那個色彩是很重要的 不是說只是 不是只有把紙貼上去就好 對 光它的層次變化 還有紙張的取決顏色都是很重要的 對 它就是層次就會出來 而且色彩就不那麼平淡 而且色彩就不那麼平淡 對 你剛剛說它結社的時候 我說我們用白色上色 我們用白色上色 這次做時鐘嗎 十鐘 十鐘 這次有沒有做過 對啊 我喜歡做不一樣的 嗯 這個越多 這個越多 這樣 好 上一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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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編排啊 沒有關係 然後那個色彩的變化 老師會教啊 那很放心的啊